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学习Cindy蒋迦娃系列基础教程 那么本次课呢,会是我们这个系列基础教程的尾声了 这么久以来,谢谢大家的这样一个关注 不过呢,我觉得我非常高兴能够把我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东西 一些信息传递给大家,用最简洁和最简单的例子传递给大家 那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学习第十节网络应用编程的最后一节 多线程实现信息的发售与接收 那其实我们这个网络应用编程一开始就写了一个聊天程序 这个聊天程序呢,一个客户端,一个服务器端 那么服务器端跟客户端的效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现在呢,就相当于我有两个CMD 一个服务器端的应用程序,一个是客户端的应用程序 运行服务器端 Server Start 运行客户端 OK,他们会说,首先呢,客户端连上服务器 然后这里接收到了客户的IP地址是27.0.0.1 然后客户端发送过来一个消息是Hello Server 同时服务器也发送一个消息给客户端是 I accept your information 很好,那么接下来呢,在本次课哈 我们将要实现什么呢?实现一个多线程 现在我们只是一对一嘛,对不对 我这个客户端发了一个消息,一个回合之后 我的服务器就没有了 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的服务器始终在监听客户端的请求 而且针对于每一个客户端 我都应该创建一个新的线程 在这个线程过程中哈,是这个客户端与服务器独立在交互 就相当于我在服务器中开辟了很多小的线程 每一个小的线程呢,都在独立承担一个客户端的这样一个请求和响应 也就意味着我会创建一个一对多的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这样一个连接模式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用代码来实现 刚才我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多线程实现 这样一个服务器跟客户端的信息交互 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服务器 打开服务器的连接 其实呢,我们真正要想办法的应该是这个监听程序 也就意味着我这里accept方法执行一次 只会监听到一个客户 但是呢,如果我要监听到多个客户 也就意味着我这个accept方法要执行多次 而且最好的时候哈 就是让这个accept方法一直在循环执行 因为accept方法执行完一次就说明接收到一个 如果没有接收到一个客户的连接 那么它就是一直处在一个暂停的状态 好,那我们现在要修改这段代码了哈 修改这段代码那么也就从这里开始 好,这一段我都要想办法修改一下 那么我先把它减切出来 好,在这里怎么写呢 好,专门声明一个线程 好,专门声明一个线程 thread,th,监听嘛 listener嘛,对吧 等于new,thread,好 当我new一个thread的时候呢 应该是有参数的 这个参数呢,应该是 一个roundable接口的这样一个子类对象 那我就让sore,implements,runable 好,那么接下来这里就是this 然后启动,监听程序,start 好,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 一到我的服务器启动之后哈 我就要创建一个监听线程 并且将它启动 那我就在这里写上一个run方法 启动以后当然就会进入到run方法去执行这个线程 这个线程是用来干嘛的呢 监听客户端的,请求的 而且要始终监听 始终监听做什么呢 我们用while true 这是我们上次课的这个线程与多线程的内容 while true 这个while true的话呢 好,如果 我把刚才这个剪切过来的东西先保存到这里 放成b.tag txt 好,然后我还是得把这个server server.java打开 在这个监听窗口中做什么呢 好,做刚才我们剪切过来的一段代码 当然这里面暂时只执行其中的一部分 什么部分呢 就是socket client 剪切过来 等于server.socket.accept server.socket.accept怎么办呢 一旦监听到 也就是我接收到了客户端的socket对象 会封装客户端的IP地址 那么首先 我会有这句话 过来 system.alt.println 有客户连接上服务器 客户的IP地址是多少 紧接着 既然接收到了客户端 我是不是就要为 每个客户端的连接通信 创建 子线程了呢 好,创建子线程 那怎么创建子线程呢 我现在只有一个主线程 listener的主线程 一旦静听到了以后 才会为每个客户端的通信 创建子线程 那最好的办法 就是我重新创建一个类 这个类的话呢 叫做subthread 或者是通信的话 io thread io thread 通信thread 这个叫什么呢 叫subthread算了 点 java 好,也就是说 我创建一个 subthread类的 这样一个类文件 subthread 然后记住 它是继承或者implements都行 好,我这里写implements 刚才已经写过了 那么我就继承 thread类好了 继承thread类 哎,看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 我会有一个构造方法 但这个构造方法 是带参数的 private socket client z4点 client 等于 client 注意 这个左侧呢 是z4点 代表是成员变量client 右边的话呢 究竟原则是参数变量client 那好 z3点 哦,start都没必要 先到这里 接下来 因为我继承了thread类 所以我应该提供一个run方法 run方法 那这个run方法里面 才真正实现 跟客户端的一个信息交互 好的 我现在可以把之前的b.txt 这几步 复制过来 把格式调整一下 OK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流程是什么了哈 servor 注意servor现在变得很精简了哈 man方法只有一个newservor 执行的就是初始化一个servor socket类的对象 并且输出serverstudy的 接下来构造一个listener的thread类对象 启动thlistener 启动之后哈 会自动进到这里来 进到这个run方法 然后是个死循环 死循环有什么用呢 始终在监听客户端的连接 而且并没有在主线程中死循环 这样主线程还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那一旦接收到了以后 把客户端的IP地址解析出来 好 并且为每个客户的通信创建 此线程怎么创建呢 servor thread sth等于newservor thread 注意哦 我要给参数哦 给的就是我接到的client 那也就是说我会自动去构造它 构造它 而且 sth.start在这里启动呢 还是说 还是说写在这个地方启动 都可以 我在这里 sth.start 好 没问题 当然我也可以 既然我掉的是这个的构造方法吗 我当然也可以在这里 启动 启动我自己 OK 启动我自己之后 就会自动进到这个run方法 跟客户端交互 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 我现在是改造了整个服务器的架构 让服务器变成了一个一对多 一对多怎么变呢 首先在监听上使用死循环 构造了一个线程用死循环 那么这个监听始终执行 accept的方法 一旦接收到 就为每个接收到的 客户端的这个socket 构造一个紫线程对象 启动之后呢 在这个紫线程对象中 去构造 去构造跟客户端的这样一个 同性 你们也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这个client一点都没有变 没错 那接下来 重新 应该叫重新编译 server.java 可能你们会说 为什么Cindy是用cmd来测试呢 哦 找不到这个操作 原来是因为我没开包 这个我用了很多io类 import java.io.新 还有import java.let.新 OK 因为没有开包 所以导致这些类找不到 哦 accept的方法要try catch 我有try catch了吗 哦 好像没有 没有关系哈 补充上这个try和catch就好 catch catch ecoception e e 一点 printer stacker trice ok 那么接下来 再重新 哦 编一下 哇 我有这么多 没捕捉的异常 看样子 是在 saber这个地方 哦 这么多 那的确没办法 try catch 这个很重要 一点 printer stacker trice 因为我是在原来的代码 马上进行一个改造 好 进行改造之后呢 就会要补充上很多东西 那么到这里为止 补充上了很多 catch之后 我们的代码程序呢 就已经没有错误了 没关系 这个大家没看情也没事 这个程序我会打包过来 那紧接着 客户端呢 客户端压根就没变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 运行 saber saber study的 好 运行 client ok 他说有客户端连接上服务器了 服务器也接收到了 IPT-1727.0.0.1 发送过来的是Hello saber 这边接收到了 那么为什么 我会演示这个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服务器好像 程序还在持续运行中 还在监听 那么我重新开一个cmd 重新运行一个什么呢 客户端 你会发现 我的服务器还在继续接收 下一个客户端的那个信息呢 一旦接收以后 他们又会发生一次交互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使用多线程 所改造的 一对多的 这样一个客户端与服务器的模式 当然 这个信息的输与输出 我们可以更改进一下 现在我们发送的是固定的信息 固定的信息 看一下 Hello server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让这个信息 直接从键盘输入呢 我可不可以改造一下呢 当然可以 我们继续改造 发送信息 这个信息呢 是从这个键盘来读 键盘来读 那这个键盘的话呢 system.out.println 请输入信息 请输入信息 信息 那根据不要ln 接下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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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fer的 reader bre 等于 new buffer的 reader 注意 new input stream reader 只不过改成 c system 点 in 好 接下来 stream info 等于 bre 点 reader none 方法 然后往这边写的话 写的就是 info 同理 同理 请输入 你想对服务器说的消息 好的 那么同理我可以在哪边改呢 我可以放到这个subthread1 客户端发送过来的消息 这里是info 那么服务器呢 服务器也可以从键盘读啊 对不对 好 这里就不是info了 死君info1吧 info1 好的 程序已经改造完毕 好 相当于 怎么改造呢 相当于 我这发送的信息都不再是固定的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 自己写 自己写 那接下来 重新 编译 ok java sore 好 两个客户端 还是重新编译一下client 因为它的代码也变了 已经定义了个info client 那我就定义成info1好了 ok ok 好的 已经 编译好了 接下来清一下屏吧 加瓦 加瓦 client 哇哦 客户端连接上服务器了 然后sore这边接收到了 所有客户连接上服务器 IP地址是127.0.0.1 那我就说hello 诶 ok 服务器接收到了 那么 哦 我这个服务器这边应该是改成对客户 所说的信息哈 I am sore ok ok 稍微改一下就完美了 把服务器 这个 改成 你想对客户 说的消息 重新来过 就比较完美了 好的 好的 ok hello ho hello choo ok 好 这个客户端没有了 那我可以继续运行 你好 哦 那边接收到了 我是 服务器 我可以书中文 接收到了 好 夫妻发生怪的消息是 我是夫妻 ok 经过这样一个改装哈 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聊天程序呢 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一对多的架构 针对于每个客户端的连接 我都创建了一个子线程 去处理他的通信 当然对于夫妻来说 监听也是一个独有的线程 好 ok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这个 多线程实现信息的发售 与接收就已经完成了 其实Cindy呢 一直是试图用最简单 最浅显的例子 去说明Java的一些流程 但实际上哈 我们复杂的程序都是在 简单的这样一个功能堆砌而成 那么往复杂里想 我们的聊天程序还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聊天程序可不可以 无限循环下去呢 还有我能不能获取到 每个用户的这样一个ID 然后做成一个用户列表呢 等等等等 好 现在我用的是TCP IP呢 下一次我可不可以使用UDP来发送和接收呢 其实 大家只要把基础的东西掌握 我们就可以往新的技术 往这种更深层次的技术去 无限挖掘 好 但是到这里为止 Cindy讲Java的系列基础教程 就暂时搞一个段落 希望以后Cindy 好会有更多更精彩的教程 奉献给大家 那么这段代码 我也会做复件 打包发送 那么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以后再见